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佛丽莎 我是Ethan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 川普来了南加州 然后呢 我们去了 但是呢 先跟大家讲 两个结果 第一个没看见 第二个川普出现 绝对出现 这个就是我们观察到的两个结果 在节目的一开始 先跟大家报备一下 那之后呢 我们会慢慢的聊一些 就是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们从里面看到的一些 我们最起码在过去这两天 有思考了一下的问题 然后我们觉得说 有必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们看到一些现象 然后脑子里面有想象什么东西 好 那就是呢 川普9月29号 很多朋友特别羡慕 就说川普来南加 什么时候来北加 行程太繁忙 你要看哈 大概要上网去查哈 那这一次他来呢 是呈现的共和党的集会 这个票呢 当天的票大概是600多块钱 那个是礼拜五 那礼拜六还有另外一个集会 好像票价是1000来块钱左右 那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 所以我们也进不去 我们就选择呢 跟很多这个爱国者 一起站在路边 等着欢迎他 然后结果我们从 很早就到了 然后一直 到了大概 一点多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早上就去 到了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就发现说 哎 川普已经都在楼里面 讲上话了 所以我们很多人 在那个门口那天 等就是 完美跟川普错过 好像站错路口了 据说 对 就其实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是人家川普 到底是坐车来的 坐飞机来的 是我们等错路口还是什么 不知道 反正就是没看到 是等错路口了 真是等错路口了 哎呦我的天 就是他那个 hotel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有一个路口 是大门进去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地方 是那个车 直接从那个叫什么 车库那个地方进去的 然后川普就从那个地方来 是不是啊 对 就是我们停车的那个地方 我们回来的时候的那一条路 是吧 对 啊 啊 咋说呢 一听到这个心里 有点 五味杂陈 就感觉说 就是等错路口而已 也啊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等错路口了 然后就是那天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川普 跟他的车队 就是看到的话 也是只看到他的车队而已 就是哇 然后就结束了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 他的车队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 非常重要的 一些画面吧 而且是对我们的一个政治生态 还有对于基督徒 对于整个保守派的方向 是非常重要 一些思考的观点吧 嗯 但是我们也没有白去 我们还接受了这个 新唐人的这个访问啊 就是我们在那呢 碰到了一个女生啊 她就拿着麦克风 她看我们是华人 她就过来说 哎 你们讲中文吗 然后我们说 我们讲中文 她说那可不可以 接受一下访问 啊 那我当时呢 就犹豫了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新唐人嘛 那我们是基督徒嘛 我当时就在想说 我到底要不要去 那后来想说 去就去吧 可以上去讲说 我们是基督徒嘛 这样子 结果呢 我们就去接受了访问哈 在路边 呃 但是呢 后来我们有看到 他们剪出来的报道 哎 新唐人 他们把我们说的 很重要的东西 全部都剪掉了 留下了一些 没有什么用的 而且这些没有什么用 也不能说 没有什么用了 就都你讲的 对吧 然后 我讲的话 全部给我剪掉 我在里面就变成了一个 一直在旁边站着的人 那剪掉的东西 有包括 就是我说 我们基督徒 应该要是做什么事情 然后 呃 我们基督徒 然后美国是一个 基督教建立的一个国家 然后基督教的价值观 是我们的动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要翻转美国的话 一定要是 呃 有一个基督教的基础 在这个地方去做 然后 呃 还有什么是行善啊 各方面这个东西 我都有讲在里面 但是 剪出来之后 他们的结果好像就是 啊 我就是支持川普啊 然后这个什么 是有很多社会问题啊 然后只有川普可以救美国 对 就变人讲的 所以就是我也 我也明白 因为我们之前 有去过一些场合嘛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爱国者 在那里 我们要去采访他们 结果都老外哈 那老外他们就很谨慎 我们不知道你们是谁 我知道你们后期剪接 这种东西很厉害的 我不想让你们扭曲我的话 就是我想讲的什么东西 我要你们原原本本的放出来 我不希望说通过你们剪 剪完了之后 就我好像在表示一种 我根本就没有在说的东西 第一次好像大概也明白 就自己的片要自己剪了 还有呢 当天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当天大家情绪都非常火热 哇 你知道很多人坐的板子 拿着大旗啊 戴着帽子 还有人这个穿的什么 那个衣服 很好 还有很多人那个特别会做生意啊 就知道说当天要去支持川普 所以很多人跑到那里 卖衣服卖帽子 在那边搭摊子 然后卖这个卖那个 都有 然后看有个非常非常热闹 这都很好 这都很不错 但是呢 我们那天 在当天就看到了一种 很危险的东西 而且这种危险的东西 它是明目张胆的 在你面前要骗你 结果大家都上当 我很难讲说大家 但是最起码我看到的几个人 老外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的有华人 是被迷惑被上当 而且当时他们给出一些非常 激动的反应吧 老外也有 我有听到 老外也有 他们有几个在那边叫出来 那我们就来看说 这个迷惑我们的到底是谁 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支持川普的并不都是基督徒 很多保守派的爱国者 他们并不都是基督徒 所以当天去的是有基督徒 然后也是不是基督徒的 大家都有 因为那一天去的目的是为了要支持川普 这样子 那当天呢 在现场 支持支持川普摇摇旗 就发现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一个车 然后这个车还挺大的 然后这个 它不是说你普通开那种四门小车 它有点类似于说 像那个U号那种货车 但是呢 只不过这个车的外面 cover的全都是LED的大屏幕 那LED大屏幕 它这样就是从那个支持川普的这个人群 它就一直这样慢慢开慢慢开慢慢开 那这个屏幕上放的都是什么呢 屏幕上面放的就是 Round DeSantis的一个大照片 然后上面写着 Investigate DeSantis 就说要调查Round DeSantis 然后那个照片呢 就把它弄得反正就看起来像个坏人吧 这样子 然后上面就写那个Investigate 所以它这个目的是说 要调查Round DeSantis 那它没有具体说调查什么 有可能是它钱的方面 有可能是等等方面 但它就说 欢迎大家去到我们这个网站 要调查Round DeSantis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把它给弄下来 那它这个大萤幕呢 这个车就一边开 它就一直循环播放这个Round DeSantis图像 那当然实际上我看了之后 我也觉得很疑惑 因为我就说 这不是支持川普的集会吗 然后怎么会有人来开车过来 然后上面放什么Round DeSantis的东西呢 而且明显不是说在川普的厂子 去支持Round DeSantis 他说在川普的厂子去说 我们要调查 我们要骂Round DeSantis 我们要把它完全 就把它当作政敌一样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在我看的时候呢 我就在思考 我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结果我就后面听到一个爱国者的 然后他真的是 这个人他当然不是坏人 他也为美国付出很多 他为了很多法案到处奔走 他付出很多很多实际行动 很爱美国的一个长辈 他在后面喊很大一声 就说好 说调查他 说太好了 他就在那里鼓掌 就说太棒了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 这个可能就是说 把Round DeSantis当成是川普的政敌 所以要去攻击他的一个手段 政敌 我觉得反而是 他们就是要塑造 Round DeSantis是我们的敌人 所有保守派的敌人 所有爱国者的敌人 好像就是要把Round DeSantis 变成一个 就是坏人就对了 他就是要弄了一个 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形象 对 可是呢 当我们再仔细一看 我都没看见 这还是Persela说的 我说你看那里有个 Investigate Round DeSantis的车 然后Persela说 那个是谁给钱弄的 你知道吗 我说谁 他说Evan Lowe 我说哈 怎么会 因为你仔细看那个车的下面 它下面有一行字 就说这个钱是谁给的呢 是Evan Lowe花钱买的 雇这个车来这里跑 那如果你要不知道 Evan Lowe是谁呢 Evan Lowe是加州州议会的 同性恋议员 他是一个华人 他last name叫Lowe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叫罗 他中文名字好名叫罗达伦 那这个罗达伦先生呢 他是非常年轻 他大概在30岁之前 他就开始当市长 然后慢慢慢慢 他就开始选加州的议会 他是radical left 就是是极左极左极左这样的人 那在加州他也起草 然后也帮助了很多非常令人痛恨的法案 而且他是强烈支持ACA5法案 就是之前大家很多在华人社区里面讨论的 就是加州版的排华法案嘛 就是华人不让上大学 就是说他不按照成绩去排名 他按照你的肤色和种族来确定 说让你上不上大学 100个大学生里面 他支持啊 100个大学生里面 最多就有5名华裔的学生 尽管他自己就是华裔 尽管他自己就是华人 但是他是完全跟着左派的这种东西走的 那更不用说LGBQ 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同性恋者 那像LGBTQ啊 什么绿色行政 你只要能想到的 极左的这些政策跟法案 他全部都支持 而且他不仅是支持 他在这里面起到一个领活的作用 你看像什么 那个Ska Winner 他们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他们在这些上面都是互相支持 中议员参议员 他们都在一起来搞这些乱七八糟立法 你一个人立法好 那我也一胡百音 我也来支持 我也去帮你做这些东西 所以这一个车 是谁给钱弄的 是这样一个人给钱弄的 但是保守派的朋友在喊什么 保守派的朋友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下面那个小字 他并不觉得说这个是左派 分裂保守派的一种手段 他就在那说 好太好了 调查他 是吧 恨之入骨啊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居然能这个 如此之讨厌 其实你在共和党里面 他做的算是相当不错的 你如果要是看他佛罗里达州的政绩 他做的是非常好的 你不能因为说 他也报名想要选举总统 你就恨打恨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说 为什么这个安卓 他要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明明知道说 这里有一群 支持川普的人 他为什么要弄一个这样的车 他花钱去请人 在这开开开租一个这样的车 说要调查 Round the Senate 你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讲 他是加州的议员 你要攻击 你也攻击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吧 比如说我要到期了 对不对 那我要攻击我的正比 比如说我是民主党这区的议员 我就攻击我这一区的共和党的那个人 你得开车骂他 你为什么要开车去攻击一个 跟你完全不搭搭离那么远的一个州长 而且这个人还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就是你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讲说 为什么一个加州的众议员 要去攻击一个这样的人 那有几个原因 我们那天商量合计了一下 那第一个就非常明显的原因 就是为了要分裂保守派 说真的他就是希望 因为在总统大选 大家是非常非常情绪化的 而且像说华人啊 还有很多的 只说华人啊 很多川普的支持者 他们平常是不太在乎政治 然后也不太在乎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的 例如像说 现在哪个哪个法案 然后自己的州长是谁 自己的 谁在州议会代表自己 谁在国会代表自己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 你可以看我们的这个 叫什么影片里面的观看率 就知道了 当我们讲到州议会 当我们讲到加州的时候 看的人是非常少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在讲谁 就是绝大多数人 只知道川普跟拜登 对 在最多加个贺锦丽 对 Nancy Pelosi 就是这些太有名的人 对 他们会知道 除了这些之外 那当然了 他们也自称自己说 我是个很热爱政治的人 但他们只知道 总统级别的人 除了总统级别的人之外 他们基本上也不care 也不会想要去看 对啊 你看那种很大的 保守派的 一个这些YouTube频道 通常他们就只 focus在这几个人上面 就是一直讲川普 一直讲拜登 因为他有点阅率嘛 你只要讲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人 他一定会有点阅率啊 他不在乎说 你这个事情到底是 真的严重吗 真的需要 大家都知道吗 这点阅率嘛 都是为了这个 对 简单说 他们就是想要 用这样子的一个 情绪化的一个方式 来让保守派 互相攻击 来让保守派 互相打击 你看我们在下面 这些留言 就可以知道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们不能说 川普一点不好 那不是不好 就是你如果要是 做错 Base on 一个正常的方式去讨论 就是川普 我们希望川普 如何去看待这种事情 就是这样子 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了 他们是非常非常情绪化的 对 他们现在已经抓到这一点 就是你要怎么样 拿垮保守派 因为保守派 是尊重彼此的声音的 我尊重你要说什么 然后你尊重我要说什么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 不一样的看法 但是呢 他们看到我们这一点 就是对立的方向 然后他们就是把 让我们的矛盾变得更多 希望我们彼此攻击 他们想做造的一个方向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那还有第二点呢 他除了这个要分化保守派以外 他租这个车要干嘛呢 他想拍纽森的马屁来 因为纽森你看 他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做广告 那他的眼睛 已经不直指在加州上面 虽然加州是一块很大的肥肉 但是这个已经不能满足他 他想要去到联邦 他想要做总统 再不计做个副总统吧 对不对 所以他就知道 你没发现吗 在这个所有的政治攻击里面 他们其实分等级的 对不对 就是纽森 他不太会直接去攻击川普 为啥 他不共格啊 那一般你说这个 我不知道是年龄层 还是说这个地位方面的问题 就是你看 纽森他攻击的谁 纽森攻击的是Rondy Santis 是他们这种属于年轻派的这种 那纽森就是代表民主党这边 然后Rondy Santis就代表共和党这边 他们是属于年轻派的这种 所以纽森跟Rondy Santis 他们是互相攻击的 那上面呢 就谁呢 就拜登跟川普 所以你看他们不大会 那个说特别越级 去直接攻击对方 或者怎么怎么样 他们其实是有这样的 所以I don't know 为什么会在这种场子 他去租一个这样的车 那是什么 也为了拍纽森的马屁了 其实因为Rondy Santis 对于纽森来讲是对手 所以他就说 老大我来帮你一下子 你看看 我多行啊 你看我在这种场合 我租个车帮你骂Rondy Santis 你看我多好多能耐多厉害 是吧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Ivan Low 他可能就做这个春秋大梦了 对不对 这个你想想 纽森多么杰出的 民主党的 极端左派的 这样冉冉升起的一颗心形 这个如果纽森呢 他要是做总统 或者是副总统的话 州长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 谁想当啊 加州那么多极左 大家全都看着呢 谁 我觉得他们早都计划好了 对不对 每个人都想要挤州长这个地方 州长位置空出来了 是不是Ivan Low啊 他如果要是当州长啊 他就有一个名称了 对不对 什么名称 他就说 我是 就是我是第一个亚裔的 That's gay 哦对啊 他也是同性恋的 他说我是第一个 同性恋的亚裔的 州长 就越奇怪 然后越好 对不对 那你说 虽然呢 加州议会里面太多太多变态 非常多 但是呢 你像那个最变态 那个Ska Winner 他跟这个Ivan Low 他在种族方面 他就没有优势了 那个Ska Winner 他是个白人的 犹太人 哦对 他是犹太人 虽然他也是个同性恋 但是呢 一个白人同性恋 跟一个亚洲人同性恋 亚洲人同性恋 是不是皮肤还带点颜色 所以他在种族方面 大概稍微有点优势 对 所以呢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大概能想到的 几个方面 就是他为什么花钱 租这个 让那一圈一圈的绕 他绕好几个小时 这就一直开 一直开 一直开 在那边绕 那如果大家 要是你觉得说 你还有哪方面的看见 就是为什么Ivan Low 他就租一个这样的车 然后跑到保守派中间 来做这种事情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或许你有你的看见 我们没有想到的 给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 我觉得最主要真的就是 跟我们一开始说的第一点 就是他希望促成保守派的矛盾 保守派只会互相攻击 保守派只会一天到晚 在群里面说 你是假基督徒 你是假保守派 你不是那个什么爱国者 你不是怎样怎样 反正保守派 很少花时间去攻击左派 很少去左派的群体里面说 你怎样怎样怎样 你做错什么事情了 你这些这个人怎样怎样 只会跑到其他保守派里面 然后就会骂其他保守派 有点类似那种什么 攘外必先安内 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方向 但是Evan Low 他就是想要促成一个矛盾 让我们彼此攻击 让我们没办法合一的去 大赢这一次的选战 因为拜登做的太烂了 唯一能摧毁我们的方式 就是让我们自己打起来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时候 他们其实用的这种招数 并不是说特别高明的了 但是不幸的就是很多人 他们做事情是被自己的情绪 所操控的 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看清楚 这件事情是什么 那当然我希望 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大家都能够明白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谁 我们不希望做的是什么 我们没有必要花很多的精力 去攻击Runders 甚至是攻击其他共和党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因为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次党内初选 你攻击他们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党内初选 让川普赢嘛 可是你现在看到 党内初选川普赢定了 你没有必要花任何的精力 去跟人吵架 说Runders 也好或者是川普也好 你不需要 你需要的是告诉其他的人 他们从来也不投票的 他们有机会投票 但是不投票的 或者他们住在这里 他们已经感觉到说 美国好像有一点不那个 但是我可以做什么 你要去跟他们讲说 你可以做什么 你要告诉他们说 你要在投票的时候 做出你正确的选择 而且现在我们有哪些 哪些法案 希望你可以一起来做义工 真正的花一些时间 在这些东西上面 而不需要去 大家去吵架 说我支持这个 我支持那个 怎么怎么样 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 要赢过民主党 而不是去打垮 其他共和党的候选人 其他共和党候选人 你会看到 有些人有优点 有些人有缺点 其实不需要在意 如果你真的支持川普 你又何必在意 其他人到底是怎么样的 而且说真的 这会导致一个 非常糟糕的结果 因为我们已经听到 很多人说了 很多人 很多基督徒 就说 天哪 现在川普好像变得不能被批评一样 他们好像就是把 你只要说 川普好像这个上面议题有点问题 马上一堆人 把他骂了一段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对政治有点疲乏了 他们不想要参加在里面 你们要干嘛 就随便你们去弄就好了 川普这一个东西 我根本就不想要碰 因为这些人完全疯掉了 所以说让人政治疲乏 这是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当我们为了正义而战的时候 我们不要 因为Ron DeSantis说真的 你可以在这边说他什么建制派 各方面的 但是他在佛州做的事情 跟我们的价值观 还有各方面是吻合的 川普在做总统的时候 他做的事情 跟我们价值观也是吻合的 我们没有必要 要在里面就是什么 真个高下或是什么之类的 我们最主要是让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说 双方攻击 其实会让我们失去焦点 然后让我们真的就是 自相残杀 然后到最后保守派的人 就觉得说 算了 我不参加在这趟浑水里面 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 对 其实你看到在左派里面 其实是没太有这样的争执的 他们所有一切的矛盾 全都在保守派的身上 他们没有说 我下一任我是要选拜登 还是选纽森 他们觉得 就是你到时候出现出来 是谁就是谁 他们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去吵架 甚至去彼此憎恨 甚至支持拜登的人会说 纽森你去死吧 不会搞这种事情 他们只会说 我们的敌人就是保守派 我们的敌人就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这边需要做的是 你要搞清楚 你到底反对的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如果要是再继续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的话 很难赢啊 真的很难赢 你只要 Evan Long 你说白了 他租一个这样的车 他找人做两个图 他找一个司机来 就这样赚两圈 他能花多少钱 他根本就花不了多少钱 他在家中 他竞选经费够得很 民主党会给他很多很多的钱 他甚至可以租一百个车 让他这样一直一直跑 跑一个月 对不对 这对他来讲都不是问题 可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候 他只要租一个车 他只要雇一个司机 让他在这跑 跑几个小时 就已经让保守派内斗了 开始 让已经让保守派的嘴里面 骂Rundi Sanders 都不知道骂成什么样子 然后让我们的焦点完全模糊 让大家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到最后产生的一个结果 其实就是政治疲乏了 就让别人讲说 这些人 对吧 没有办法听别人讲话 然后没有办法 有一个平台好好的去合作沟通 虽然我很热情 但是我被这些人搞的 我不想要再参与了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是encourage大家 就是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期盼 都有这样一个盼望 而且能够在2024到来之前 现在还有一年的时间 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做些什么 真正的鼓动起大家 真正的希望大家可以起来 一起做义工 一起去做翻转的工作 这样的话 你到了2024你才不会后悔吗 如果到时候一个大营 对不对 你就说哎呀 我什么也没参与在里面 我其实好后悔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不需要大家有这样的情绪 所以不要被左派模糊焦点 不要被他们放下来的这些东西 就让你完全失去方向 或者让你里面的一个恨 一个憎恨 结出来一个非常糟糕的果实 让别人看到这个果实之后 大家也会再见 这个是绝对不是我们 希望有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当然呢 如果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 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那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呢 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一位的 就是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 超越我们其他任何的政治身份 或者什么 那当然呢 在这一次的这个集会里面 因为基督徒 主日也都要去聚会 然后我们也会参加各种的 比如说有特会啊 或者什么都会参加 那我们这次有一个感受 就是我们去参加的政治集会 跟基督徒集会 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 这个也是在我们过去 这几天在思考 就说哎 是感觉有不一样 然后这个不一样的原因在哪里 然后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就是这个是我们过去几天 都在思考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就跟你说一样 就是两边的集会都参加过 然后你去参加 首先讲川普这个有点超过 我就讲同样是校董会 我们去Glendale的校董会的时候 那个校董会是一个 等于就是一个爱国者聚集的一个校董会 里面不是都是基督徒 然后里面大部分就是一群对于政治非常 我是对于现在教育非常生气的 很多家长还有阿公阿嬷 对 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去那边就是一直在骂脏话 然后骂什么Nancy Pelosi 你什么什么 我希望你们全部去死 你们什么什么什么 Gavin Newton 等等等等 你们全部去死 等等等等 我这已经是美化了 OK 当下听的时候是更恶心的一件事情 恶心到我都不想站他旁边 就觉得说天哪 我不想要觉得好像我跟他是同一国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当时我们去的就是这些对于校董会非常生气的这些人 他们租了一个 我不是租的吗 就开了一个Van 开了一个大车 那里面呢 他们就装了很大的音响的喇叭 然后拿着那个话筒就一直在讲话 因为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想说 这聚集这一群人是不是基督徒呀 是来反抗那个就是来抗议校董会的吗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大概同类人 然后我们就过去 结果我的妈呀 那每一个人在那边 虽然他们举牌子是抗议校董会 他们希望这些人下台 他们希望怎么怎么样 他们不喜欢这个政府强制疫苗令 就是所有在政治上面他们反对的事情 我们都是反对的 但是你知道他们表现出来的东西就坐在那边 拿那个话筒就一直在骂脏话 F you F this F that 你是个婊子 你是个什么什么 很难听很难听 很脏 我们站在站了一下 我两个就有点手足无措 就说 要不要离开 就是你本来以为你们在这些事情上都是有同样的意见 就是我们也是反对这些 我们也是那个 但是你到了之后你就发现 其实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呢 那你同样的事情你可以对比到China Hills的校董会 因为China Hills的校董会 我们之前也有拍过片嘛 我们也有去那边抗议 那China Hills的校董会 是谁呼召去那个校董会一起抗议呢 就是当天去的阿公阿嬷 还有这些家长们 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从Cabry Chapel来的 也就是说在这边有个Cabry Chapel China Hills 那他们的牧师是Jack Hicks 那他们有一个事工 就是告诉大家说 今天校董会要开会 那他们开会 主要的题目是什么 那大家要去反对 如果你是父母的话 所以都是基督徒一起去 那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 我手机里到现在还有一张照片 就你站在那里热泪盈眶的照片 对 你当下看到的是 完全不一样 对 你跟一群爱国者聚集在一起的 U.S.A. U.S.A. 啊 那种 那种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你看到那个地方就是Cabry Chapel 那些人就是一群一群的人 围在那个地方 就在祷告 唱歌 敬拜 然后就在那边讲说 神在我们敌人面前 为我们摆设宴席 然后呢 请帮里面的这些人祷告 帮我们的敌人祷告 然后每一个 然后在那边哭着 然后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跟为了神的国度来呼求 那当下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和谐的 我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看到前面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就是 我们是有救的 然后我们是有目的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为了共同的方向 还有共同的期盼来去奋斗的 那我必须说真的 在这个爱国者集会上面 真的就是乱七八糟 真的就是大家喊的 USA USA 然后呢 然后喊累了 就是群大人 然后另外一个 你看到一个媒体 拿着摄影机 或者是照相机开始那个 就每个 USA 然后好笑 就是那种看到那个警察 那个就川普那一天 对对对 警察一来 就觉得 哎 川普要来了 对 全部站在那里 哎 USA USA 结果他只是一个巡逻的警察 也就叫完之后 哎 没来呀怎么 不是 但是那天我跟你讲 大家真的辛苦 从早站到晚 然后一看见有警察来 大家就很幸福 川普车都要来了 车都要来了 说看到警察已经在那严队以来 就是人家警察就开走了 那样 总维研机 就是当你以一个基督的心为心 然后当你去一个 你去反对一个这样子在 这样子糟糕的一个政府的时候 当基督徒聚集的时候 这整个能量 还有整个传达出来的讯息 还有整个形象出来的样子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里面也有人拿国旗 也有人就是带十字架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和平的 在那个地方安静的 然后也是祷告呼求 然后说请神来救救我们 请神来翻转我们的学区 请神来翻转我们的价值观 而在那边 就混乱的状态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讲出非常夸张 而且非常糟糕的话 而且大家虽然一口同声在那边 USA USA 但是其实是非常隔离非常远的 你去有一堆proud boy在那个地方 然后拿个非常大的旗子 那你过去跟他们说 他是非常有距离的 就是这样子 你过来你跟我讲话 你是不是FBI 然后你是不是怎样 因为我有过去跟他讲话 对对 然后有一些人 就是大家都是华人站这一边 白人站这一边 然后Latino for America站这边 然后分排来 对对对 然后大家其实是嘴巴上合一 但是其实不知道在干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的USA不是同一个USA 每个人去那里的目的是不同的 他们的渴望是不同的 像我昨天晚上就去参加了一个祷告会 那这个祷告会就是多民族的祷告会 其实你不管是说 就是很多时候在这种时候 我会突然明白说 哦合一 为什么我们合一 因为我们有同样一个神 但是当你把这个神的东西给 这个概念给换掉的话 就是当我们都支持川普 那就是没有合一了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昨天晚上去那个多民族的时候 你会看到各种肤色的人都在那里 大家讲自己的语言 都不一样啊 你上台去祷告 很多那个语言 我都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语言 他在那讲我都听不懂 我听西班牙语吗 也不是 英语也不是 俄语吗 好像也不是 我不知道他讲什么语言 听不出来 但是你知道 就是大家全部都在那里 就是你虽然不知道他exactly在讲什么 但是你灵里面能感受到 你懂吗 是那一种感觉 就是整个一个屋子那么多的人 文化不同 背景不同 肤色不同 语言不同 但是在那里有核一 而且大家聚集的目的是每个人心里都一清二楚的 而且这个目的不是笼统的 这个目的是非常具体的 甚至是可以划分到一小交易下来 每个人心里都知道 所以你知道在这种 我每次去到这种就很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导会会的时候 我就会想 这是基于神创造我们是平等的这样一个概念之上的合一 就像你讲的 他不会因为这种情况 所以每一个族裔都分开来 不会 但是你看到 从来不认识你的黑人大姐 冲上来就给你一个大熊抱 然后他就 sister 有的他就是英文 他都不太会讲 但是sister brother 就是都是这样的 你非常放心 你像在这种地方 我可以把我的包随便乱丢 也不要随便乱丢 各位观众 不是 在这种地方 我可以把我的包随便乱丢 因为我知道 在这里没有人会拿我的东西 我不用担心 但是你如果说 一个什么其他的机会 我不想要把我的包随便乱丢 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人拿我的东西 反正就是 我觉得一个目的性 然后我们在为了什么聚集 我们为了什么而哭求 我们在支持川普的时候 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支持川普 我们支持川普的目的 其实是要 使用神的律法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个信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你有神在心中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平安 你做出来的事情 就不会是一个混乱的一个事情 我知道我今天 这一集讲出去的话 又有很多人会不爽的 底下会有爱国者说 你们怎么批评 只一天当然只有你们那个基督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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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根本就是我们爱国者是什么什么 但是我想要真的请各位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然后你是一个爱国者的话 你去一次基督教 你马上就会明白 我们在讲什么 你在那边看到 你看到的不是一堆的人 USA USA在那边喊 你看到的是一群人 和平的和谐的 在为了我们的世代呼求 对我来说 正确跟错误的这些东西 如果不了解圣经 你不知道圣经还有神的大能的话 你去支持一个候选人 真的就只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反应而已 其实就是偶像崇拜会在里面 你就会把这个人 就是某一个人他讲的东西 当成你分别对错的标准 也就是说你是非常喜欢这个人 你欣赏他很多很多的地方 但他有很多问题 你自己个人是搞不清楚的 你是没有答案的 但是当这个人告诉你说 这个事是对的 这个事是错的 你就说 你是从他那里学过来的 你就会说 对我同意 我觉得他说这个是对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错 所以他脑袋里面 或者他说出来的东西 变成了你分辨对错 或者是分辨善恶的标准 这个就有问题了 因为人不能使用另外一个人脑中的思想 或者他说出来的话 成为你分辨对错的标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导致 你想毛泽东那个时候 为什么大家都有个小本本 为什么大家都会崇拜 崇拜成那个样子 甚至很多人去举报 自己的父母也被杀死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认为的对跟错 而他认为的对跟错的标准 是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毛泽东之上 因为这个话是毛泽东说的 可是你要知道人有缺点 甚至他说了很多话 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等等等等的 所以你当时背了那些小本本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圣经了 所以他们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宗教概念 而不是你认为的 只是历史 只是什么什么 不是的 所以你不能把这种 分辨对错的东西 放在人的身上 这样的话 就会造成另外一个极权政府 不管你现在支持的是 你认为你是保守派 或者你认为什么 这个其实都是 左派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错的标准 到底放在哪里 你如果对错的标准 放在神的身上 放在圣经的身上 如果你可以 有大家都有足够的 对于这些方面的了解 你身边可以建造起来 一个非常棒的社群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对错标准 建立在人的身上 基本没有办法成立 这个是一个意想天开 是永远都达不到的 乌托邦的这样一个想法 选举快到了 我知道凝聚大家的声音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看待 现在每一个发生的事情 我知道川普做了很多 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他在执政的时候 带给了我们非常多 保守派的价值观 给了我们三个这么好的法官 推翻了Role v. Wade 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表示说 他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 就像在盖巴别塔的时候 大家是一口同声的 大家都是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盖一个很高的塔在上面 Make name for ourselves 让我们的名字可以在天堂上面 在天国有我们的名字 有我们的声音 但是神做的事情 就是打乱了我们的语言 然后让我们没办法彼此沟通 然后这个巴别塔就垮掉了 我们保守派 我们基督徒凝聚 一定要有一个目的 一定要有一个信念在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只依靠一个人 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说我们聚集的焦点 是在他的身上的时候 当他真的创造出来一个极权政府的时候 那我们的声音 就是任何批评他的声音 就完全会被磨灭掉了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都有发生过 你刚刚提到的毛泽东 就是这个样子 台湾的蒋介石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日本的天皇 玉人天皇二战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希特勒也是这个样子 莫索里尼也是这个样子 全天下所有的独裁者的产生 都是聚集了所有人的力量 跟所有人的话语权 他夺权了之后 就消灭所有其他人的声音 所以我们要聚集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用圣经的价值观 来管理美国 来管理世界 来管理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城市 因为只有这个样子 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们才会彼此尊重 你就算不同意我 我还是捍卫你的发言权 只有这个样子 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合一 合一是讲说 你尊重我 我尊重你 我们在里面可以辩论 然后打到一个共识 而不是说 你只要跟我的观点不同 我就要消灭你 那现在今天讲到这个 Evan Lowe在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保守派变成一个 以川普的这个方式来合一 让川普的支持者 去消灭其他保守派 跟共和党的人 我们不要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 我们不要让敌人 用这么粗糙 这么烂 他名字就写在上面的 一个方式来打乱我们的计划 还有我们对于 我们国家的一个期许 就是说各位要非常的小心 这次的大选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跟川普说的一样 这个是 the last battle the last battlefield 所以说各位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敌人是怎么样攻击我们的 看到攻击川普的 我们要想看 他们为什么要攻击川普 看到攻击Dissantis的 我们要想看为什么要攻击Dissantis 然后我们最不要做的事情就是 保守派里面 吵成一团 然后互相谩骂 然后把别人说的不是人 你是rhino 你不是基督徒 你是敌基督 你是假先知 假基督徒 你山羊绵羊什么之类 这样东西大家都会很情绪化的说出来 然后用圣经的话来骂人 很多人爱这样去做 但是我们要的不是这样子 我们要合一的话 我们就是要神的道理 神的律法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虽然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到现场 但是你听到说 或者你看到我们这照片 说有一个这么大一大车 在里头转来转去的 就是为了分裂保守派 还有我们今天讲到的种种的问题 你的看法是什么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那2024的大选越来越近了 那我知道在未来会越来越多混乱的声音 而且人的理智会变得越来越不清楚 越来越情绪化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还愿意为神的真理站立 这个时候还没有要求说 你要为耶稣上十字架 或者人要鞭打你多少下 不会啊 还是很多基本上都是来自语言的攻击 你有没有准备好 你要承受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何丽莎 我是Et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